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林的比赛中呢 马林一上来是2比0暂时领先 打得非常顺手 不亮的布尔在第三局里边超水平发挥 打得非常的稳健 而且命中力挺高 接着连板三局 以3比2战胜马林 为德国界拿到一分 第二场是王立琴对苏思 苏思上场以后发挥的非常正常 在第一场胜利的鼓舞之下 苏思可以说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技术 在三局比赛里边虽然是0比3输 但是每一局都是在8分前的时候 基本都是2分优势领先 但是王立琴呢在表现的过程中非常的沉稳 非常的稳健 做好了打恶战打苦战的准备 那王立琴呢最后呢是3比0战胜苏思 双方打成一敌 现在出场的选手是王浩和贝杰克纳斯 我们请前施迪哥林 杨颖给大家评复一下 前两场的比赛 其实马林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 但是因为后来呢 波尔也是占据着这个 德国队主场的这个优势 在场上从情绪上 从技术上发挥出了更高的这种技术水平 那么第二场王立琴其实他这场就是最难打 也是最关键的 因为在0比0比落后的情况下 那么王立琴首先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同时呢 苏思的技术其实很全面 从这个技术水平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 可能苏思还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地方还是比较上风的 因为他离台比较近 他能够控制这个落点 所以王立琴呢 也是顶住了这种各方面的压力 同时抛开了一些杂念 把这个比赛能够拿下来 现在中国队呢 已经慢慢的从这种第一场失利的这种阴影当中走了出来 好的 现在我们是收到了一些手机短信 7926来自辽宁大连的观众说 看王立琴打球是一种享受 竞选王者霸气 另外呢 世拼鞋也应该在场内安排两个球筒捡球 看到王立琴那么大的个儿 直上直下的去捡球真是为难他了 这个观众提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在网球比赛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有很多捡球的啊 还有手机本号是4225的来自北京的观众说 乒乓球比赛顺息万变一个球就有可能改变一场比赛的命运 王立琴真是好样的 希望中国队能够接下来越战越勇 好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来看看王浩和费杰克纳斯的比赛 费杰克纳斯的打法和苏斯很接近 原来这个位置呢 是罗斯科夫 老将 左手 也是凶肯打法的代表 第一个代表人物 但是现在呢 随着他的年龄老化 目前的这个费杰克纳斯 苏斯和波尔已经形成了第一主力阵容 王浩的这纸板横拉 没有退档全部是纸板横拉横打 这个对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技术已经做出了突出的攻击 所以他来讲呢 是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将这项技术打得如此纯属 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啊 我们中国队的一些留守在家的运动员 也是对这个比赛预测呢 就是王浩将会打第三场的单打 再来可以看到王浩这个反手啊 几乎就是跟横摆的感觉差不多 你看这个对方的力量很大的这种反拉 他也能够做 杨仪你呢 也是纸板横拉 也是第一批比较打得早的 你觉得这个技术难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技术主要是下旋和上旋的衔接 一般只能用下旋用的比较好 所以王浩呢 他是非常全面 他是台内短球也可以 下旋也没问题 相持也轻 而且他还能防御 这个一般人达不到这种结合的状态 那他为什么能达到呢 因为他是从小就练这个 像很多运动员都是半路输家 那从马林开始到王立琴 几乎是每一局都是非常接近 另外德国队还有一个三号选手 叫斯特格 斯特格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也是表现的不错 现在其实 德国队一直在寻找这个三号的人选 今天我看那个施吉克纳斯啊 还有包括苏斯啊 发挥都是一上来就进入状态 进入比较早 除了波尔 波尔在前两局呢 打得比较拘谨 但是从第三局开始 就超水平发会 现在施吉克纳斯4比7落后 这个球 王浩是7发球直接调打 表现出一高胆大 好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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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9 5比9 其实还不属明世界超异流 只是有一个趋势 还算不错 第一局比赛结束 王浩以11比5取得证明 一等星期的那些多 一位来自山东早庄 手机尾号是6612的观众 说球是真精彩 饭都没裤上吃 看来波尔不是虚名 高手过招主要看心态 相信中国的小伙子一定能摆正心态正常发挥 另外手机尾号是6478 来自江苏南通的观众 武艺劳动节即将来临 这顿乒乒乓大餐算是送给全国亿万观众的好的礼物 感谢中国乒乓球见而被祖国争得荣誉 手机尾号是4442 来自广东汕口的观众人员 看中队打球有时候挺矛盾 既想让中队11比0赢他们 又想看比赛非常精彩 还收到了短信是来自西林郭罗盟大草原 他们说我们在草原上 草原人民也是非常喜欢乒乓球 希望中国乒乓球越打越好 七开得上 我今天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这种世界锦标赛的决赛的一种气氛 这种比赛和前面小组赛是完全两样 就看起来人也感觉沉甸甸的 对每个球都很珍贵 王浩现在状态非常好 反应迅捷 像刚才这个球真是像静如松动如棒 他刚才猛的一下窜到正手 你速度是非常快 而且王浩还有一个特别人 你看他这个移动过程中拉球的时候 他脚也站得非常稳 他移动完了以后 人是扎住了以后再拉 王浩主要是他启动快 就突然 突然一下这个步伐的反应非常地到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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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冲 冲 这个阶段是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的观众的一个最好的季节 除了视频赛之后 马上中国乒乓球回来以后 就开始在5月20号投入到这个鲁能杯的乒乓球超级联赛 那王浩呢 已经以410万的高价 已经转入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而原来的王浩呢 是在八一工商银行俱乐部 八一工商银行俱乐部呢 又买到了世界第一的王立琴 所以现在呢 中国拼鞋的这个世界冠军 这种自由人的流动方式 也使得这个灵活的这个各队之间的机制呢 在不断的转变 现在1比7 费吉克拉斯发球 四平赛的团体赛的赛制 是一个队出三个人 其中呢 有一个人是打一场 就是第三场 像王浩和费吉克纳斯 今天都是第三主力 他们两个在第三场相遇 就打一场 剩下的两个人 每个人打两场 如果抽到主队的话 那就是第一主力打第一场第四场 第二主力打第二场第五场 如果抽到客队的话 第一主力打第二场第四场 第二主力打第一场第五场 第二场相遇 这场相遇 第二场相遇 加油 反手连细性质量好 他的反手直板横打的能力 不比这个横板差 有时甚至和横板对相似的时候 他还要上风一点 特别是在这个近台 在近台优势比较大 如果退到中远台的时候 可能就稍微差一些 这样王浩是比两个 一个11比5 11比2 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后面的形势 一个主要是这场王浩能够拿下来 第四场是波尔对王立琴 当然王立琴现在第一场剩下来之后 我相信王立琴肯定会做最克难的准备 那么这场就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还要看双方的现场发挥 那么根据排阵第五场是苏斯 对中国选手马林 所以从中国队整个看起来 现在的优势还是比较大 特别是王浩呢 现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拿下来的话 就2比1领先 然后接着就是王立琴对这个波尔 让他做出 Dodge全地 Hoo 12 Literally洗脯 上来 500 الله 吃 刘 那个 120 18 谢谢大家 现在第三局的比分是王浩2比3落后一分 前面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的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调赛男子团体的比赛应该说进程还是很正常的 就是中国队和德国队进行半决赛 中国香港队和韩国队进行半决赛 这两个队的胜者将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也就是在明天晚上北京时间7点15分 晚上7点15分我们将现场直播男子团体决赛的情况 如果今天中国队能够顺利过关的话 那么估计将和韩国队进行决赛 因为韩国队从整体实力上比中国香港队要强一些 所以中国队要想获得冠军就必须连过两关 也就是在厦门基地里边 中国队所标出来的一集团的韩国和德国 中国队 这个球裁判是说擦网了 所以不算 王浩在第三场的比赛当中状态非常到位 激情澎湃 并且技术发挥也很正常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费德康纳斯和苏斯 包括波尔比起来的话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无畏失误比较多 所以我们说超一流的高手很重要的就是 无畏失误要低 球的准确性要低 概率要高 但是在第一场比赛之后 说实话 马林那个 输给了波尔之后 我想很多观众都是出了一个心 觉得中国队非常困难 可是我们看到了王立琴和王浩的两个小伙子 在这个非常逆境的情况下 无畏抢手 顽强拼搏 把比赛逐渐的追了上 现在呢 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又处于一种领先的位置 能队球车位数比较多 王浩的状态 已经找到了第47届士兵赛团体赛 和德国队打的时候 那种感觉 在47届呢 当时是在卡塔尔 中国队呢 两次碰到德国队 都是3比0 去得了胜利 但今天呢 一上来 中国选手马林 就是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方波尔连反三局 被波尔胜了第一局 第一场比赛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个随着一年的变化 这次在德国赌场 这个德国队还是 确实是废了一番心机 和苦练了一番这个能力 这次德国队为了准备 士兵赛 在欧洲呢 也搞了一个大集训 很多的欧洲队员在一起训练 所以对他们的技术提高 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刘国梁教练 旁边是吴敬平教练 刘国梁和王浩中间 这个年轻队员呢 就是马龙 这次我发现就是 谁的队员在上面打的时候 谁的主管教练就坐在下面 因为第一场我们看到 第二场 王立琴上的时候 小冬就坐在下面 李小冬教练 对 李小冬教练 这场换了王浩上去的时候 吴敬平教练就在下面坐 场外 现在王浩在前面的比赛中是2比0领先 现在到了第三局9比6领先 现在菲吉克纳斯发球6比9 这个时候王浩在处理球上 还是应该找一些变化 不能保守于刚才领先的这种局面 因为胜利在望 并不等于胜利在握 所以还是要有新的表现 又一个 在这段比赛当中啊 这个菲吉克纳斯的这个运气也相当不错 两个擦网 而且都没法救 救起来也是高球 五十一分质啊 这个运气 如果运气球来了两个之后 对这个心理上还是有 有变化 有影响 希望王浩呢 也不要受这个擦网的影响 漂亮 那这个球王浩的速度太快了 大家可以看到王浩这个情绪啊 这个这种状态也是很少见 那说明我们的运动员啊 可以说一直在备战这个48届时空赛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 关键时候的 这一下呢 这种气啊就传出来了 非常幸福 王浩呢平时也很少笑 所以刚才我感觉王浩 这个表情上面是 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激动 但是一闪而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拿下整个比赛 像中队在前面的比赛中呢 就是以2比1暂时领先 马林先输给波尔 然后王立芹战胜苏斯 王浩又战胜贼杰科纳斯 中国队现在是2比1暂时领先 如果中国队能胜利过关的话 那么将和另外一个小组就是 中国香港队和韩国队的胜者 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我们战争还是1比赛上 ї 中文字幕提供